如果你前面的东西都已经有吸收到的话 那应该这一题就蛮简单 第一个就是输入那个档案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read.txt 你可以把它下载 或者是说呢 我刚刚直接干净什么 直接改这个read.txt 把它直接改成这样 贴过来就OK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数字加 这个数字一直加 加到77 全部累加的结果帮我显示出来 当然呢 这个如果你前面会的话 这一题我想应该层次也不多 大概就六七海面可以搞定 所以第一个的话可以做什么 可以用那个read.txt 把这一个read.txt 这一行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的话 放在一个字串面就是s s等于spread.txt 切割的时候 切割空白 那空白切割完就会丢到一个串列 这个串列我们用for回圈 把它里面所有的 当然所有的里面应该是个字串 那我们需要怎么把它转型 转型之后再用累加 有没有 累加前面也讲过total 加等于 或者total等于total加 我们切割的那个东西 那最后累加完把total输出结果就OK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应该不算困难 那至于那个题目的说明 也许你们细部的部分自己再看一下 其实主要是 这个是输入 这个是输出 那至于细节 他这边有讲 我有时候看完也不是那么了解 大概知道意思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 程式大概就是七行左右 OK 第一行的话就是把它open open这个档案 用Vid的模式 那当然 其实最后 其实理论上应该 最后其实会有多一行 叫F.close 不过其实点close 你不打 我是觉得倒也OK 因为你不close 好像他那个memory 他也会自己回收 所以你不打这一行 好像也没什么差 所以像我的习惯 如果没什么差 那我就不打 OK 然后除非有差 我就打 因为Python的G Dememory不是你在控制的 是他内部控制的 所以如果这个物件他不使用 我想他就自动回收回去了 所以也许close 我用那么久 没有出现状况 所以理论上就少一行 好 那这边的话 建一个total的变数 那total变数做什么呢 就是得家用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用ReaderLine 把这个东西读到S里面 那我前面讲过 其实最关键的那个档案读取 其实他有三种 三种 一个是Reader Reader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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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那如果你要全部读就用Reader 所以后面有个练习题 就是你要把某一个档案里面的所有内容全部读 那用Reader就可以 所以待会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全程游取的练习 就是这个地方 我待会讲 那Squit切割 空白 Squit他List1 特别注意 这个List为什么要加1 今天你想说老师我用List就可以了吗 特别注意 因为List这个是他的关键字 不要用 OK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反正我说切第一个就List1 如果List1还要再切就List2 还要再切就List3 为什么 我讲过了 逻辑越简单越好 反正我就知道1234一直往下切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其实满多爬虫都需要 因为他会不断的里面还有一层 一层还有一层 一层还有一层 那你可能要不断在切 切到里面东西再拿出来 OK 后面会讲到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许要熟悉 尤其像这个Squit的方法 这个主要是做剖析用的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把 这个List1里面所有东西 一个一个的都把它读出来到N 然后呢 用转型的方法 把它Evalue 然后转型之后的话呢 累加 那累加我讲过 你可以写加等于 或者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什么 Total等于Total加 后面这个也可以 我讲过这个 这两种写法 看各位自己的习惯 那Total加上这个也可以 OK 两种写法 只是感觉像好像比较冗长一点点 所以通常会把它写成什么 加等于 好 这样子 然后最后把Total分析出来 结果就完工了 OK 就可以交卷了 那其实如果会写的话 真的像这一题 应该花不了 花不了几分钟吧 两三分钟 OK了 那下一题 下一题 所以这一题的话 902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练习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再来看 那个全省邮局 的那个资料合并 其实这一题 主要就是一 请各位再到云端上面 找到那个我们的练习档的位置 那练习档的位置在哪里呢 基本上就是在 我的那个范例档 云端里面的范例档里面的那个全省 这个有个ZIP档 那范例把它下载下来 右键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 我是放在低碟 所以 也许不然的话 你们就也是跟我一样 放在低碟底下 低碟底下 我是下载到 这边我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 就是全省邮局地址的资料夹 那里面就会有这么多 总共25个档案 那我希望怎么样 以后我不要每个每个打开 我希望他们变成一个就好了 那25个档 如果你不懂得用那个回圈把它合并在一起的话 那你恐怕就是复制贴复制贴 所以工作里面有很多人 每天都在复制贴复制贴 很浪费时间 所以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帮我一下子就合并在一起 OK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能就需要 一 先要知道里面有多少个档 然后档名 入境 党名 知道的话用那个 什么呢 那个 f 等于open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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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r 读取模式之后的话 那我们用read 把它read到哪里 read到一个变数 然后再来的话就写 所以待会会讲到写 写的话就w w的话如果你只写一次就w 可是如果你是不断的写 而且要增加的话 就append模式的话 就用a 所以rwaa 那我们可以用a模式 把这个变数里面是要什么 写到另外一个档 a就像o o.tst 然后就 开一个 写一个 开一个 写一个 有没有 随意随意的就把它开启 然后就很快就做完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有个o的话 那我先demo一下 这边已经有一个写好的 写好的话就是输出 合并完成 25个 瞬间合并完成 看一下 在o这边打开 OK 大功告辞 如果他你会的话很快 但不会的话 就慢慢贴吧 如果工作上蛮多的 我发现 每天都在复制贴 浪费时间 而且你会发现 像这种资料量 只会越来越大 不会越来越小 所以呢 他有一天 他是一定要来学写程式 为什么 因为资料量 已经大到 不可能用人工去复制贴了 这个如果会的话 写个回圈就好了 那再结合什么 开档 写档 然后就完成 所以请各位先第一个 把那个902部分先完成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到云端上面找到范例档 我放在这边 范例档里面的这个 把它解到低叠好了 第三个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的把它变成一个 二十五个变一个